行车场开播了 这热闹不能不凑 我这么喜欢大张伟 是吧 去年也试图关注过巅峰对决 也被请到上海去路过一次巅峰 录制过程虽然非常辛苦 但是确实结交了一些朋友 然后学习了很多的知识 比如说你要想进某位导师的战队 那么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你的树上技巧 不是什么单压双压遮埃那压的 不是 而是你的户籍所在地 只要你有四川户口就比较方便 只要有四川户口我都能够 我随便回去多学一些四川话 当然节目里虽然是这么播的 别人也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觉得谢蒂他不是那样的人 不是 至少不完全是那样的人 糯米就是四川户口 他就没过海选 好多人都说大张伟是没有资格去做新书上导师的 尤其是从第一季海选看下来 别人选的都是嘻哈 但是他们那个大张伟选的主要还是嘻嘻哈哈 大张伟五一的时候做了一个直播 他直播里就说呢 说他不了解说唱 是来学习的 太谦虚了 大张伟早在19岁的时候就开始做说唱了 他当年一首歌叫19岁 2002年左右写的 比有嘻哈早了15年 大张伟在节目里唱那歌呢 我觉得特别特别来劲 尤其是这句 我们听一下 只要我不在乎 就没人能够伤害我 只要我不在乎 就没人能伤害我 只要我不在乎 就没人能伤害我 想要在新书上走出一条自己路呢 首先不是通过海选 首先是通过尿剪 呼 杨洪苏在中国新书唱里这些肯定行不通的 Mafia在中国新书唱这块也是行不通的 杨洪苏唱的歌叫《罗马》 读音版本里边呢 有一句叫Mafia 但是到节目里呢 你就必须踏踏踏实实改成Coffee 我觉得这次杨洪苏比上次疯癫的时候 就是对自己的认识更加清醒了 去年的时候呢 他一上来呢 是一首威武 其实在没有人答应的情况下 他是这么唱的 就是Hip Hop帝国还得是我们来统治 就没人答应 自封的 但是呢 这次他上来是这么唱的 杜洪苏觉得我不配 对 知道自己不配 热狗那首歌也改了一段歌词 因为那歌呢 是隔离期间写的 所以原来呢 是三平大的房间里 包括那后边是 是没有烟抽的日子 然后改成了潮流一波 未平一波又起 改成了没有天空的日子 然后他们这个 他的眼光呢 是热狗去年专辑 脏艺术家里边的一首歌 詹仁岳粤唱的那段 Hook呢 是用了林整英演的 那个江生先生 里边的一段插曲 原来这段叫鬼新娘 到了海权的部分呢 我个人觉得啊 就比较有原则的 是杨和苏当导师那组 还有这个热狗 他们当导师那组 杨和苏一上来说一段话 我觉得那段话挺帅的 我们今天只针对 阿卡贝拉这个环节 我们就以你现场那几十秒 来做决定 虽然很难做到 但是我觉得他算是做到了 包括他后边开始强调punchline 有选手觉得这家事 我觉得不是 他只是一开始没有强调这个 但是呢 一直在考量当中 比如一个上来的是不萌 不萌不光是萌 而且他是有punchline的 而他那个劲呢 是在跟你说一个事 就表达一个很明确的态度 而不是在背诵一首歌 杨和苏在没有给链子那些人里呢 我自己觉得小龟是有点可惜的 他也是在跟你说一个事 而且态度也很明确 就是想当第一个说唱女冠军 梦想很明确 我现在要再新说唱创造第一个女冠军 Let's get it 谢蒂他们那组的话呢 一上来是罗言 说实话罗言歌火 归那个歌火 但是他那阿哈维拉 真的挺一般的 虽然很一般 但是跟谢蒂选不选他 基本无关 有关的是什么呢 欢迎来到成都城 所以说我 这是我想要的选手 从镜头里看 就是谢蒂当时临场反应是犹豫的 但是呢 当然到了后彩的时候呢 他是有所准备的 所以他说了一段这样的评价 简单的两句歌词 我觉得他的选词用词 就是一个对黑派文化非常深耕 他非常了解这个文化 我觉得谢蒂太牛逼了 真的太牛逼了 哪牛逼呢 眼神牛逼 他能看出来别人看不出来的东西 我看完这段评价呢 又把罗言那段阿卡贝拉 重新给看了好几遍 无论如何 我也没有看出来 他评价当中那个文化二次 当然我相信 我相信肯定不能说是 说那谢蒂什么睁眼刷牙 那不可能 毕竟他戴着墨镜呢 所以呢 他是不是睁着眼 我们是不知道的 然后阿卡贝拉这个环节呢 对于奥特顿用的比较习惯的人呢 可能就不太好办了 比如河南收场之神 他阿卡贝拉唱的那段歌呢 叫《工厂》 加上奥特顿呢 是这样的 就这首歌配合画面 配合编曲 配合奥特顿 是一首非常非常好的作品 但是去到这些呢 在海选现场 这歌就变成了这样 我确实没想到 现场竟然有rapper 是不知道和他撞上之神的 就大正伟是不知道呢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他说了一个定位 我觉得非常非常准确 他说这说上记得的张储 确实有那股味 法老肯定知道他 所以在由于要不要给链子的时候 法老把大正伟拉到一边 我估计就有可能 就是跟他去介绍一下 这河南之后说场之神 到底有多神 然后阿卡贝拉这环节 对于那种编曲 比较有想法的人来说呢 可能也不太好办 热狗他们选的时候 第一个是电声器大灰 大灰在崩拜这领域 我觉得做牛逼啊 这肯定是 我觉得他是做音乐的 做音乐的 但是呢 他阿卡贝拉那部分呢 确实像热狗说的 就是老生长谈 没有太大的心意 他如果要是唱新专纪里 有首歌的老东西 那里边的歌词 我觉得或许不会是这个结果 然后热狗他们那组还选的时候呢 其实想要的是哪种呢 就是说你要讲你自己的故事 而不要讲你听来的故事 诗心文乐 诗心文乐 他是在讲自己的故事 但是诗心文乐那段 我觉得选的不是特别好 他新专纪里有首歌呢 叫王宝宝阿里里 那个故事性更强一点 但是他选的第一章里边的 这个竹林瑶 那个歌如果没有编曲的话 干唱的话 确实我觉得魅力会丢到一半 对比大辉跟诗心文乐那个呢 弗莱那个呢 阿卡贝拉的环节呢 我觉得更适合 因为他不用说每句要押韵 他只需要说讲述自己心情 再略带一点诗意 我非常非常喜欢那段旁之来啊 而且呢 他在结束的时候 没有说太 而是用中文语境的词汇 说了一句 完事了 希望天空这块屏幕 做我的提词器 这样每当我唱起上句 你就能接下句 完事了 整个节目看下来呢 我非常非常认同这词们说的 关于punch line flow跟技术都会过时 但是punch会永远留在那里 比如说啊 命里有始终需有 命里无始莫强求 这个就是punch line 这句话虽然出自古代 但是一直流传到现在